詞曲 李宗盛 回歸以來,香港的宗教信仰自由 和以前一樣,但仍舊需要推進戶外和修和精神 每個人都有精神和物質上的需要 因此,自由選擇宗教信仰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我們今後在香港營救可以享有高度的宗教自由 很高興見到2018年,教廷和中國政府簽署了終份臨時協議 又在2020年延續協議,中國承認教廷所任命的主教 這確是好的開端 讓我用普通話說幾句話 我想藉這個機會,向國內的天主教團體 主內的弟兄姊妹,至於忠心問候 主願你們善渡基督信仰生活 在領修、教育、慈善、服務等 夫善方面,為中國教會與社會 做出應有的見證與貢獻 天主保佑 希望新政府具備有同理心和正向的群體文化 是不同群體之間深度的互量互愛 同理和正向的文化 這些是政府為社會之內 群體之間的復和需要有的承擔 現在在多元的香港之中達至更大的合一 相信特首和其團隊會同意多元合一 為香港是智慧重要 讓不同的群體和次分組織 在保持他們各自的獨特性之餘 為香港社會供應的需要 努力解決問題和建立新的方案 我們在香港這個地方生活的時候 我們要充滿希望 對年輕一代的教養 即是我們說教化方面 讓他們更加了解社會國家的方向 然後我們才能夠互相共融和合 如果不和合的話 我們永遠就是仇恨 仇恨永遠不會有平安 關於前景方面 天主教重視人的全面發展 這一點和其他宗教有相似之處 人有精神、物質和人際關係的需要 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 不僅追求經濟成就 亦應該重視社會、政治、文化 和人類精神生活的發展 因此香港在計劃發展之時 應該照顧到以上各方面 對新的界政府 我們祈願官員能夠以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先 要處理這個民生問題之外 更需要照顧青年人 習主席在七月日的重要講話裡面說 我們環繞特別關愛青年人 青年輕則香港輕 青年發展則香港發展 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 要幫助廣大青年解決學業、就業、創業、 置業面臨的實際困難 為他們成長、成才創造更多機會 青年人和香港的未來 真是享受一個順以似相依的關係 增加年輕人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和自豪感 除了幫助他們解決教育、就業、創業和置業的問題之外 同樣重要的就是要給他們真情實意的支援 我首先要明白他們現時面對的困難和失意的理由 青少年有無限的創意和潛能 不怕冒險 即使面對挫敗 亦能再站立起來 所以面對當前無限的可能性 應該多作嘗試 找出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 為建設社會和服務他人而努力 正如我們的習近平主席 在香港回歸祖國25週年慶典所強調的 各界人士應該提供更大空間 讓青年發揮所長 《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七至六十二節也教導我們 要訂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 奉為自己的人生使命 以犧牲精神淺行這份使命 而且終生淺行 促使人愛、正義與和平的天國 臨現人間 青年人能夠把握自己的時候 隔密自知、誠意正心、修身 這就是大學編裏面八條目之中的五條目 這五條目是帶領著我們去成長自己 對社會的了解、對周邊的了解、自己的努力 你才能夠帶動公益社會的動力 對社會國家都能夠付出自己的關愛 藉著這份關愛的時候 我們看到 告訴你青年人就是這條橋樑 一直帶著我們 我們一步一步地培育青年 一代一代全新的時候 永遠都有希望 二十五年來或者我們之前到現在 都很清楚在整個真理、人愛和我們順序的機緣裡的時候 我們能夠把握到這個和諧的時候 香港永遠都有自由 如果大家不把握這個和諧的話 你說要自由是我們自己內心的鬥爭很厲害 這份鬥爭不是自由 這份會變成破壞 如果不同背景的年青人 都是能夠修讀到他們心儀的科目 以及可以看到他們本人和香港的未來 有積極的可能性 他們可能會願意再次追尋夢想 讓他們能夠找緊確切的機遇 不止為他們自己 亦是為香港的未來作出正面的改變 CMD CMD CMD